今天您不那么知道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台湾房价近年飞涨 有颗蝗牛房贷负担 真的是越来越沉重了 根据房仲统计联征中心资料 今年第一季 全台湾房屋贷款平均建估值 是高达了1355万元 创下了历史新高 以30年起本席军摊来试算 高屋的民众 每个月的房贷高达了4.1万元 而另外一方面 主机总处公布了 今年1到4月份 全体受雇员工的经常性薪资 平均是4.6万元 等于说这样子一个薪水 几乎全部都要拿来缴房贷 压力真的是非常的沉重 台湾房价节节攀升 根据统计 今年第一季 全台房屋贷款的平均建估值 高达1355万元 创下历史新高 对比2019年同期 五年内大增235万元 而全台比一比 高雄近五年 平均建估值涨幅最多 桃源跟台中也很惊人 股市的热钱也持续地溢入到房地产市场 政府推出新庆安的优惠贷款之下 在买方持续地支撑力道加强之下 房价自然有相当的涨幅 高雄的涨幅会较高呢 其实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半导体产业的进驻 房价涨得比薪水快 民众购物负担似乎越来越沉重 如果以今年第一季 全台房屋贷款平均建估值 1355万元 两成自备款 房贷利率2.18% 踩30年起本席军摊 试算下来每个月要承担的房贷 就要4.1万 但根据主计总处公布的 今年1到4月 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 平均是4.6万元 就算薪水达到平均值 想买房也很难 很难啦 因为你要贷款上班族的薪水 你都不吃不喝啊 如果家里面没有资本让你去利滚利 就比较难超过白酒去家去买房 想当有颗蝸牛却又扛不起房贷 如何挤出钱买 低薪阻止呢 万无形态 这次你该日地台北报道